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央认为有专人按时消毒就OK 但北市却认为哪有人力稽查 于是娃娃机台店干脆持续暂停营业 事实上台北市有600多家娃娃机的业者 那我们不太可能派专人每一天去检查 他们有没有人在里面做清销 可能去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 那执行上面非常的困难 所以就这个部分台北市当然跟其他的县市可能比较不一样 双北市一起跟中央不同调 已经苦熬多时的娃娃机台店厂主还有台主 听到消息哀红遍言 现在已经都没有办法赚钱了 那我们要再花钱去请人力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烧了三四个月 他可能已经烧了三十万 六十万 这个还不包括他的基本开销 那时候如果烧了两个月 他可能已经烧了一百万 那这一百万是要用多少的营业额去赚回来 尽管中央在三级期间停收娱乐税 但随着警戒结束必须开始收据 现在双北市持续跟中央不同调 衍生问题是降级后开始缴纳的归费 机台店卡在中间要去哪里 生前出来叫 3D新闻李维庭 陈仲敏的报道